经过那次的战斗后 内心有所醒悟的轰鬼 用属于自己的战斗方式 走出了不同于师父的路 虽然过程十分的艰辛 但他正式成为了鬼战士 并且在两人对话时 他果断拒绝师父的请求 让师父保留斩鬼的称号 随后在两人返回的途中 斩鬼给他起名为轰鬼 因为他本名为护田山 护和轰的第一个音相同 数分钟后他来到组织 他表示想接手师父的物品 用于未来魔化网的战斗 毕竟在这两年半的练习中 他对那些物品产生了感情 但施地狼作为领导者 却问起了其他的事情 施地狼为自己的女儿 询问着下一步的安排 另一边休息的天美精 难得来到学校上课 这是明日梦来到身旁 并表示今天有小测试 他想到附近的图书馆 将笔记复制交给天美精 不料两人的对话场面 正好被赤田同撞见 误解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为了避免现场的尴尬 双方礼貌地低头回应 但一向敏感的天美精 却明白事情的原因 随后在休息时找到对方 并表示明日梦的做法 都是按照响鬼的意思 瞬间两人解开了心结 池田同利马面露喜色 紧接着一起走向前方 观看着明日梦的赛后情况 与此同时变身的响鬼 和龙泽律来到深山之中 测试最新开发的阴机棒 响鬼一击斩断了铁柱 结束测试的响鬼表示 虽然阴机棒的威力更强 但是却无法控制鬼火 一旦收回就会产生爆炸 将鬼师唇度提得太高 但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 敌人变得越来越强 自身的装备也必须强化 此时在城市的马路上 童子语机竟然公开现身 并且将脚合置一处 似乎向地下呼唤着什么 随后按照神秘男子的命令 两怪来到废弃的场区 将路过此处的年轻女子 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 限点魔化网当作食物 在两怪行动的同时 神秘男子在一旁注视着 另一边休息的微吹鬼 正在享受美好的时光 然而他看向窗外时 却发现童子语机的身影 他迅速离店寻找线索 不料两怪已经离去 只能派出英式神调查 发现异常情况的微吹鬼 将事情提前汇报给组织 另一边的市地狼表示 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就暂时让微吹鬼负责 结束数分钟的对话后 微吹鬼立马通知天美精 将自己的武器及其英式神 一起带到现在的地点 这时英式神倩英传来讯息 两人随即驾车出发 来到一处废弃的工厂 随后微吹鬼吹动鬼敌 让英式神解除隐身状态 寻找敌人的具体位置 在英式神的骚扰之下 两怪恢复原本的身形 见此情景微吹鬼立马变身 面对两怪的连续攻击 微吹鬼凭借灵活的身手 一波猛烈的攻势击退两怪 不料妖姬突然喷出液体 并趁此机会迅速逼近 微吹鬼见状使用鬼爪 瞬间将妖姬打成重伤 此时鬼童子跃向空中 一脚将微吹鬼击退数女 紧接着捡起周围的物体 不断扔向蓄力的微吹鬼 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化网 竟然将微吹鬼的鬼爪 以及身体装甲全部腐蚀 在刚刚的战斗之中 微吹鬼不断积蓄风之力 一波华丽的手刃斩击 在街上凌空的一脚飞踢 轻松带走了鬼童子 然而此时重伤的妖姬 却突然搞起了阴谋 利用自己最后的时间 将魔化网召唤至战场 随后释放触手展开进攻 正在双方激战之时 因是神冲向眼前的对手 不料惨遭魔化网的吞噬 看见如此情景的微吹鬼 立马摆动姿势主动出击 躲闪对手攻击的微吹鬼 注意到魔化网的身体 连接着一条长长的管子 它果断跃向空中使用鬼爪 攻向魔化网的弱点 却不顺使其喷出液体 腐蚀了用于攻击的鬼爪 但好在魔化网受此伤害 迅速逃离了这片区域 结束此次的战斗后 微吹鬼将魔化网的信息 及时汇报给组织人员 另一边的士帝狼表示 根据现有资料的记载 这一次的魔化网是大年 与他交手的是大年的未来 并且这种类型的魔化网 应该交由想鬼来应对 随后士帝狼预测三处位置 一边让微吹鬼调查情况 一边让想鬼前去会合 与此同时工作的天美精 正带着师父的各种装备 奔赴微吹鬼现在的地点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 在神秘男子的能力下 天美精陷入昏迷之中 等到他再次醒来时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 他立马启程赶往目的地 另一边周末休息的明日梦 来到店中帮忙打理事务 在途经某处场地时 他看到了大年的资料 这时电话声意外响起 明日梦自觉接听了电话 但那边的想鬼却疑惑不已 接听的人员竟是明日梦 进行数秒钟的解释后 想鬼示意明日梦将电话 交给店中的组织人员 询问魔化网的具体位置 此时调查情况的微吹鬼 在最后一处的地下水库 发现了魔化网的身影 他立马拿出变身器应战 大年主动操纵卫带现身 微吹鬼一脚将其击落 面对上次逃离的对手 微吹鬼发起猛烈的攻势 却反被对手轻松打退 见此情景他积蓄风之力 挡下各种攻击的魔化网 迅速上前将微吹鬼控制 微吹鬼见状使用鬼爪 不料结果和上次一样 从中喷出大量的液体 腐蚀了微吹鬼的装甲 在这一场危险的时刻 响鬼及时发动鬼棒数 将魔化网击之另一侧 并将阴机管交给微吹鬼 连来前往此处的天美精 正好在中途遇到了响鬼 紧接着微吹鬼手持阴机管 不断猛击魔化网 最后使用鬼石乘胜追击 瞬间魔化网遭到重创 立马逃离了陆地战场 这时响鬼想要追击 却遭到微吹鬼的拦截 他表示自己已经射入了鬼石 随后微吹鬼组装阴机管 跳到地下的水库之中 发动技能阴机射疾风一闪 呦